这三样东西千万不能碰 基努里维斯的狗 杰森斯坦森的快递 还有莲姆尼森的女儿 今天呢 要再加一条 托尼甲的大象 托尼的大象背头 而且大象呢 还被换成当作健身器材 托尼怒了 开挂了等一方 什么跆拳道啊 什么把戏战舞啊 什么拳击啦 全部放倒 并且肖恩打来电话 说骨科却病人 好嘞 对于泰国最强的男人 这还算个事儿 托尼一口气 制造出100多个骨科病人 让肖恩痛痛快快地做手术 正所谓 你弱透大象 我不一定灭你满门 本篇全场高能 大家先长按点赞 给个三连哦 咱们从头讲起 这天 他看到象爸和象妈进入森林 转眼就造出了一只小象 托尼呢 每天跟小象形影不离 一天 国王要选拔大象 托尼老爸和托尼 带着大象父子去参加 象爸太帅 一下就被选上了 可象爸呢 看到那些人有点害怕 不住地往后退 原来象妈就是被这帮人杀死的 他们是打着选拔名的偷猎者 托尼父亲感觉到不对劲 想走 那正想 偷猎者竟然对他直接开枪 象爸一看 主人被打 怒了 开始攻击偷猎者 而此时 托尼在帮小象买铃铛 听到枪针后冲了进去 有一群熊孩子 趁着托尼不注意 拿水枪吸引走了小象 这正好给偷猎者机会 把小象也绑架了 偷猎者呢 用小象引诱象爸 走进了集装箱内 然后直接开车逃走 托尼很愤怒 他发誓要救回大象 偷猎者们正在庆祝 托尼呢 直接开大招进场 超大的飞身袭击 瞬间撞到十几名小弟 一个正在拔罐的大汉 想要还手 托尼一脚飞踹 把墨金男砸在大汉的身上 大汉疼得瞬间摊倒在地 结束了他罪恶的拔罐生涯 托尼开启一技能 狂暴模式 剩下的小弟一拥而上 但却没有人挡住托尼的腿法 这个小弟来比退 托尼直接帮他来个大批刹 红裤刹都落了出来 小头目吓得转身就跑 托尼直接飞机途径 连人在玻璃砸得细碎 小头目想用枪 托尼上去用脚一勾 直接反制 小头目告诉托尼 大汉送到墙哨那里 这时 敌方来了拿枪的帮手 托尼一跑出去 开着快艇车队 偷猎者紧追不折 快艇像飞刀一样 直接撞碎了广告牌 托尼的传技出神入化 偷猎者们很快就死伤惨重 这时 既然有直升机来围堵托尼 背起罐头 托尼猛地拉起手杀 快艇一个飘移 躲过了直升机 但后面去上来的小弟 就没这么幸运了 直接撞了上去 击毁人亡 托尼的旧巷之旅正式开启 托尼来到悉尼 搭他的出租车司机呢 竟然是个逃犯 面对警察的追捕 直接抓托尼当人质 这不是作死吗 直接用分金送铺手 卸了逃犯的胳膊 这时 突然一声呛响 一名警察简打死了逃犯 而且又开了一枪 好家伙要打托尼 托尼直接开溜 警察撞出都开门了 一连人质也打 原来 警探跟当地的黑帮勾结 他命令撞出抓住了托尼 半路上 托尼看到骑走打枪的强哨 他直接勒住撞出搭档的脖子 强迫他停了车 然后向强哨追去 然后在桥上追上了强哨 这强哨啊 也是人狠话不多 直接一个飞踹 踹倒了托尼 然后交给小弟处理 自己转身就走 托尼当然不会放过他 三拳狼脚 就击退了拦路的小弟 小弟见自己打不过托尼 翻忽然跳到车顶上 托尼觉得 在心里人生地步时候 练练大招吧 他一个飞身袭击 把小弟打落在地上 另一个小弟直接吓傻 托尼一脚踢飞他手中的刀 托尼开启二技能 踢灯泡三名多高的灯泡 直接踢得细碎 小弟吓尿了 表示自己只是个小兵 他带着托尼到了一处距点 托尼一上来就是个双乞丐 然后一个帅气的回旋踢 墙上呢正在和老外交易 老外一看 拍揍直接走人 墙上让小弟们解决托尼 甚至拉响了警报 好家伙一只穿云剑 千军万马来相见 瞬间召唤了几十号打手 托尼不学 开启了一技能狂暴 打手们人手一根灯管 把托尼包围了起来 完全没有死角的攻击 从四面把方砸落 托尼利用地形 穿梦跳摇 闪斩腾挪 托尼消耗着对方的小兵 不断有灯管砸在托尼身上 托尼猛推一个大箱子 压制肿人 然后一个加速 跳过一辆汽车 直接一个双山 这时一辆摩托尼 托尼踩着身后的玻璃幕墙 来了个空中漫步 一步两步再三步 托尼建了一个红红帆 玩了一度看来攻击 解决了所有的小弟 托尼继续找大象 来到一家叫东盟宫的餐馆 餐馆的老板是金姐 黑白通吃 据说这里是死神禁区 但托尼呢 不管那么多 既能一开直接冲进餐馆 拦路的直接放倒 还不服 直接扔下车 一个大花瓶 直接载到俩 托尼横冲直撞 一口气到达顶层 终于见到强哨 强哨把小三的铃铛 扔在托尼脚下 原来这是一家专门吃冻的黑餐厅 趁着托尼分神 强哨一套组合腿法 打倒了托尼 周围的时刻纷纷喝彩 怒火中烧的托尼 把铃铛缠在手臂上 起身后一套连续的B拳 击退了强哨 强哨起身 上前连环腿猛攻 也被托尼化解 托尼一个走击 白家翻身二连击 强哨被打退 众小弟健壮 赶忙出手帮忙 但却没人能挡住托尼 这个眼睛男大吼着 给自己壮胆 托尼上前一步 踩中男子脚面 接着随一掌 眼睛男脚掌生生折断 强哨又来袭击 被托尼一技之拳 夹飞机 外接空翻中脚 把他踢翻在地 最后呢 一个凌空二连脚 把强哨给欧 一个女人从大腿上摸出刀 还想偷袭托尼 被托尼呢 一个亲拿手制服 托尼看她是女人 只是把她推倒而已 托尼打开暗赤的大门 救了成为替罪羊的壮术 和一群女子 果然小巷也在这里 托尼带着小巷 来到寺庙疗伤 但大佬金姐 派出世界级的杀手 去对付托尼 第一个杀手是 脏辈小黑 他用的是巴西战武 敏捷度非常高 身影飘忽如鬼魅一般 经常在攻击时 出其不业 他甚至以腿带手 倒立向托尼攻击 然后接一个720度旋转 托尼呢 没见过这种打法 很不适应 小黑又上前抢攻 扫堂腿接一个悬空侧踢 托尼连续的袭击 却被防住了 小黑一记高扫腿 托尼错不及防 被踢倒在地 这时 托尼的技能CD好了 开始技能狂暴 小黑花里胡哨的腿法 被托尼看穿 你玩单手支撑 我就替你单手 你玩翻跟头 我就替你中间的肚子 最后 托尼一个连续腿法 加一个凌空回旋踢 将小黑拿下 这时 忽然一把飞刀直向托尼 第二个杀手是名刀客 手无寸碟的托尼 连忙躲闪 但还是中了一刀 紧急关头 托尼拿起一对骨锤 对抗刀客 正所谓一力破石会 托尼用骨锤掀起了一片水墓 抓住聚会打倒了刀客 可托尼还没松口气 就被一只大手掐住了脖子 这是第三名杀手 肌肉猛男光头强 他上来直接把托尼夹在地上 托尼几身飞膝 又用连续的腿法 但都不破防 知道托尼一个肘阶 才打破光头强的脑门 光头强起得发狂 释出了一招野牛冲撞 把托尼撞飞 紧接着又上前一脚 踹倒了托尼 危急关头 幸亏警察及时赶到 这才下退了光头强 但还没救出象霸 托尼绝不放弃 他带着小象结伴而行 在警察撞手的帮助下 击毙了警探和强哨 托尼带着小象 来到黑帮的基地 大佬金姐不懈地看着托尼 拉开盖部 露出一具黄金包裹的象骨 象爸竟然已经惨遭杀害 托尼瞬间崩溃 眼前浮现出 跟象爸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托尼任凭偶打 也没还手 直到一名混混 拿刀刺中了他 剧痛和鲜血 将托尼清醒了过来 此时 肖恩打来电话 小托 我们骨骼缺病人 你多少给整点 托尼表示 肖恩放心 100个骨骼病人马上到 你让小哥和利母他们加加班 托尼开启骨折模式 只要精神的 骨头就得断一根 竟敢偷袭我 直接抡起来扔出去 小样 想学我的腿法 那就让你知道 什么是淡淡的忧伤 还有这两个 直接请门吃脚丫子 真正的跆拳就是这么可怕 骨骼的锻炼声 不断在大厅内响起 冲上来一个 拦截一脚 转一圈 请吃下我的膝盖 冲上来两个 让你们一起磕头 嘿 小子还敢冲 一个划铲 铲到飞起 用膝盖当枕头 再来个微薄攻击 专制绕枕30年 没想到10分钟不到 肖恩要的100个 骨骼病人就够了 而且牛排之处在于 他们骨骼的地方 没有一个是重样的 托尼一直冲到 相把一骨身边 光头墙呢 却再次拦住了他 这次托尼还会输吗 双方对冲 托尼飞身向前 膝盖打中 光头墙额头的伤口 接着一个反轮踢 再次提到光头墙 心中的愤怒 成了托尼最强的武器 他四次压制着光头墙 一顿狂揍 这时 金姐突然出手 用皮鞭呢 帮助光头墙摆脱了托尼 托尼被吊了起来 然后吃了光头墙一招野蛮冲撞 紧接着又走出光头墙的三个弟弟 小象看到主人被打 冲上来要帮托尼 场面十分感人 但却被光头墙拦下 他们开始欺负小象 光头墙举起托尼 砸在象拔的一骨上 一个光头墙力量惊人 把小象当健身器材 直接扔了给卷 好家伙 这里一道 再小也是大象啊 但这呢 定了那句话 你若惹我大象 我必定灭你满门 托尼把象拔的腿骨 绑在手臂上 开启了反杀模式 他飞身锁住的光头墙 巨大的象骨 直接砸在脑袋上 光头墙呢 头盔被熊二头了 经不起这一敲 他的身躯轰然倒地 其他壮汉健壮 也向托尼重来 托尼拒去象骨 打得壮汉们节节败退 光头墙拼了 摆下石头狮子的脑袋 砸断了托尼的象骨 嘿 这下更好 断骨处呢 风里的骨叉犹如匕首 光头墙和弟弟们的手筋脚筋 都被当成了皮筋干断 金姐拿鞭来抽 被托尼没收 小李飞刀也被躲了过去 金姐吓尿了 开始逃跑 托尼去追 嘿 光头墙还舍不得托尼 托尼双脚一挫 轻轻用力 小恩又多了一名骨科的病人 金姐呢 想撑直升机逃走 手下的狗腿子 还想把他拉上去 托尼一个加速 把金姐撞了下来 好久没用二技能了 托尼一个凌空踢灯泡 把狗腿子直接踢落 金姐趁着尖歇 抓住直升机想要离开 托尼怒吼一声 动我打向着 杀武撤 托尼一个助跑 管你楼有多高 我就是要开打 托尼开启大招 一个超大超远的凌空飞机 直接将金武的胸骨顶碎 他俩一起从高峰坠落 结果呢 金姐直接领了盒饭 而托尼却正好落在 象坝的骨架上 恍惚间 坐在象坝的象牙上 托尼好像回到了小时候 都说万物有灵 冥冥之中 象坝再次保护了托尼 最终 托尼带着小象回到了家乡 本片玩 本面叫东盟宫 本期问题 你觉得相同吨位的 大象和犀牛 打个力量更大呢 发言的答案发到评论区哦 伯瑞象牙一只大象 没事呢 就在他鼻子上玩滑滑踢 宫象的象牙就齿长 让小托尼甲当摇篮玩 也是真的可以 本片 大家都让看得畅快凌连 泰拳的膝盖和胳膊肘 确实厉害 尤其是膝盖 感觉能撞到一堵墙似的 伯瑞推荐大家去看原片哦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到这了 记得给伯瑞长按点赞 还有收藏和转发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